威威的话 他打前面打得比较凶吧 像通过前面进野区什么的 帮队友取得优势 就我们前面方式要做好一点 因为后亚才刚刚来嘛 他中文还每天都还在慢慢学习 他还有很多听不懂 所以他还在努力学中文 然后我们平时就一些简单的沟通 还是会的 然后要多沟通一下 时隔半年没有打比赛 然后也没有感觉特别不适应比赛的节奏 可能有一点点 打到了200场的里程碑 感觉自己打了很久 但是好像赢得很少 就只有这个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是SOLO的话就真的一场还蛮大的 诶 这不是威威不浪费时间啊 边上刷河蟹了 对 完全不浪费 小龙吃完吃河蟹 节奏很舒服 是的 拖亚有娜尔的大招 感觉上路有机会越 如果是个小娜尔的话 王山在后面只有一个5级 先推回来换一波雪 这波换雪换得很不错 再打一套正负者叠满 北川上不了6级 阿兵的面大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但感觉北川要1约啊 北川有6啊 感觉可以提强 6约 提强有机会 感觉拍回来 闪现W 这波很秀 逼出了闪现 哇 这波尽力了 尽力了 这波阿兵固定的很好 而且下路这边好像三打三也打起来了 还抬到了牛头 但是这边进不去啊 这边应该是换了个人头 AD和打野的互换 打这一波 看一下这波的进展会放 应该给到下路的吧 嗯 这波被越塔 哦 这里是想4-8-2 但是 闪现普攻定 但牛头这个Q技能打三个 防御塔先打了威威 硬换 诶 谁穿这个位置落单了 哦 这跑不掉了呀 大招也没有 刚才没看什么情况 那这波打野没了 就等于白送个先锋 刚才一个人头的优势就全送回去了 诶 开一下 开盘 看 夹住 控制技能接得不错 但是伤害有点不够 还差一下 沙皇的沙兵戳死了 后要这边很能打 偷了个巨魔大 西巨魔 旁边 有沙皇直接交闪过墙 他继续 推到了 有大吗 没大呢 这种阿兵应该是有机会跑的 不过现在 一二的强鲁路到了 再给高尔杉安 有机会 控制太多了呀 哇 关键是给沙皇拿了两个头呀 影响是很大的 没想到后面的TT 全打不来了 在中路找了个机会 对 这部北川 好尴尬啊 他这踢进去 直接下来一个阿兵 是的 然后边上来个威威 跑不掉了 但TT中路应对的也很及时啊 这个牛头开得很好 对啊 开这波牛头有6 直接戳死 这波上皇直接拿了三分 对 而且这波霍亚真好 直接打到了 对 他这个战斗 好肉啊 他破了个巨魔大西巨魔 是 巨魔变成那个小巨魔 后面这波 TT的控制链 也控得很好 他阿兵基本没怎么动 结果现在中期对面有个怪物 完了 这波还没反蹲到了 毛泽在旁边直接Q到了巨魔 巨魔直接扣掉了 南南直接被带走 而且巨魔也被推了 巨魔跑不掉 四包一 直接包了个圆 炸了呀 主要现在对这个牛头 有点没办法 是 去看牛头的话 想表他 TT是C位能收割的 太打了 还是想试一下 这个你怎么试啊 赶紧走 二连起来 接夹子 夹子接得非常完美 来 巨魔是拿下威为了人头 哇 小娜感觉可以推墙了 接一波伤害 再W一下 哇 又一闪了 先锋拿到 战略剑已经出来了 先锋拿到 先锋拿个设备点 大招直接给 炸到这边的炎去 没伤害呀 这两个人 小黄怎么说 啊 还是不打算上了 还靠这边来上 可以 这波节奏不错 阿兵变大 有大招 有了 闪现往后拉 被大招拍回来 是 这边 哦 怎么后拉是把技能权清兵了 嗯 而且后拉就跟W上去 一开始一想上头 是 他是觉得一打一 可能 没压力啊 嗯 怎么 想抓北川 对 顶一下 顶回来了还不错 逼了北川的伞 要不要反打呢 感觉TD很想开啊 哦呀 大招偷了巨魔 偷巨魔 吸巨魔 过来想秒吗 二连 逼到了巨魔的闪现 芒生Q到了 也不敢过去 两边说实话都很稳 哦闪现 炎突突回来 但牛头这里还挺肉的 年轻刺激很危险 艾扣 还好这个大招还没有打到 如果打到的话 这个炎军应该就死了 是 但拉开过后 趁着霍雅有点小危险 霍雅这里 叫了一个机身 在这里等死 死前打了一套 但这里 奥 Kapler 非常漂亮的追击 真功拿到了两个人头 还要继续的击杀 W技能被RB扭掉 变强了那儿以后 有一个移速的加成 好 那正面打了个一换二 而且没有事业啊 你来了 还是想尝试一下 这咋尝试啊 换人头吗 打完了 赶紧溜赶紧溜 不溜 诶不溜又要回来了 走不掉了呀 这个位置 是 换一下中医塔吧 拖时间拖时间 拖一下时间吧 这部卡莎再推塔 不知道能不能推得掉 有机会 诶 勾子 往前勾 有塔呀 但是兵杖减速 而且前面有防御塔呀 这里怎么跑呀 不过拖了这么久 刀狗这边也把防御塔推掉了 散架这辈子直了 这波爱抗肉身开团 排的还可以 嗯 但后续的话 但自己很危险 他这个散心加完之后 牛都直接散这个连开 但还好的 第一时间他没有阵亡 但反身一勾这边抓到了一个 赛拉斯的所谓事物 再看金克斯 这波主要是金克斯厉害 触发了暴击 防风向前 那一发倒在暴击 我觉得挺关键的 这里阿滴的操作拉马吧 一直在扭 但也没什么办法 开开 右边这里也是补了两块表 终于都有 真不知道找谁了 这个牛头太烦了 他顶在前面 对啊 开不了 对你不管谁来 我把你后面的叔叔顶飞就可以了呀 对 僵住了呀 这个牛 哎 闪心开 闪心开 开开不了 啊 牛头顶在前面 对有风向 闪现拉开 但TT这边没有选择 拼扯吗 我感觉 VV很难找到拼扯的机会 拼扯 我觉得TT不来 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过不来 真的过不来 正面拉到了 先打一套阿滨 而旁边颜确直 用大招封路 这边封的还不错 但是旁边的人怎么说 北川吸引了成敦的障碍 触发了大眼光刀 这边闪现过来 哎呦 北川这里扛了好久啊 后面的兄弟们都死光了 镜子穿上了自己的被动 这里偷了一个卡下的大招 来看一下下一波 HOWYA怎么进场 来了 直接被他们后排 直到这边的重担艾考 艾考这里边 三个粘粘 就根本跑不掉 闪现多卡是这样 那没事了 直接打了一波 一换四 北川好像还知道了龙霸 看一下 Q 岩雀开车过来 北川这Boss直接把狐独击回来 对 因为这个是最好下的 而且这个大招 把Doggle卡在这里 Doggle第一时间两边的战场 他哪边都没进去 旁边打了一套 直接被他俩的贴脸 没伤害啊Doggle Doggle打一套 沙皇打不动 表情现在太缺伤害了 这个时间线 赶紧跑吧阿兵 太稳了 要被留住了阿兵 怎么办 赶紧 TP走 优通海格斯穿上来了 要被看到了 齐步走了呀 完了 有点小绝望 绝望 变大能不能打一套 下走 上场下场的感受又被Q到了 推走 杰克斯导弹也正中红鲜 北川的下个Q好了 没Q掉 不过牛牛这里跑得很快 哦呦 自己W的时候被对面的W给晕到了 阿兵还在跑 还在跑 阿兵还在同时间 变小在加速 还追吗 北川想追 Q到 差一点 北川现在没有能量 很尴尬 继续追 阿兵跳一下有果子 哎 哇 呃 出现了分歧 有人想一波 有人想推三路 哎 有人踢上了 哎 这波是机会 不要踢 五打四的一波团 直接飞上来 但是忙生一脚先踹走了大动 只看到了牛头啊 这机飞拍四个 再去一个进场 看到这边倒下了吧 叫一个闪现拉开 在正面没有输出 北川先倒下 瑶瑶就要闪现 也走不太调 看到正面被流了 哇 但是没有关系啊 TT现在只要拖住时间 沙皇在上路可以 有机会一波 不是 你四打五都打成这样了 真的就一步 因为之前的TT 他们前期总是优势 中后期总是浪费 对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得先去聊你到两个极端 然后再去找中间的平衡 是的 我觉得合理合理合理 我觉得对TT来讲 今天真的巨大 但这波团队 可以看到TT这个 团队的坦度 真的是有点太肉了 这个水龙魂 这个右边 全在刮杀 真的太肉了 但小哥大哥 确实真正打不了 Doggo 直接一波 也是找到了 机会 打出关键输出啊 是 但这个局面 确实挺尴尬的 所以破了三路 三路感觉 其实我们标记 没交多少大技能啊 就闪现 延队 大主要阿B的闪现 还是在 但我感觉标记现在出来打 真打不过呀 直接开阿B 推到墙上 牛头可以接扣 回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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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正面阵亡 金格斯开跑起来了 哇 火星回旋七 推推到两个 那这样正面战场 开跑正面最后还没有倒下 哇 真没有伤害呀 刚卡莎飞到 金格斯脸上 打不过 是 仅剩一个Icon 但Icon真的也 回天法术啊 一波了 这没办法 最后的倔强 我放一道城墙 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完了 没倔起来 对对对对 双人主给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